都说海军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军事的标杆之一,回首过去的一年。 中国首艘航母取得重大进展,055大区进度喜人,天坤号造岛神器大考归来,可以说是中国海军说果雷雷。 而就在新年来临不久,中船重工又宣布了一大喜讯。 中国首艘核动力巨无霸进度喜人,将迎来重大节点。 这款我国首个正在建造的海洋核动力平台,是基于我国多年来的短板和渤海海区的,明确需求开工建造的示范性工程。 要知道,在核动力舰船领域,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潜心发展,早已经熟练掌握了相应技术。 特别是在水下核潜艇的建造上,技术更是日需成熟。 但是多年来,在水面核动力大船领域,却一直未有建树。 中船重工作为造船业的领军企业,从多年前就瞄准了这一短板。 在2016年HHP25海洋核动力平台示范工程正式获批,之后中船重工719索利克开工建造。 可以这么说,抓紧时间建造大型水面平台,是极为有先见之名的行为。 不管是目前还是未来,大型水面平台,都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。 能够为远洋钻锦提供丰富电能,为酬油热采提供充足热水和超临界蒸气。 如果是核动力平台那就作用更大了,还能够为远离大陆板块的岛屿,提供电能,海水淡化等一系列服务。 也就是说,如果要在远海岛屿建设保障基地,那有了核动力平台,以核能一公斤油负235,释放200万立方米天然气热量的效率。 这保障基地,基本上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了。 小伙伴们也都知道,渤海海区多年来,一直是我国金海开发的重点区域,如今早已在资源开发等领域,对大型水面平台,提出了确切使用需求。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,都应该把建造和动力平台提上日程。 如今,在中国这项工程,依然已经迎来重大节点。 并且,既然有需求要建造,那我国就绝不含糊。 大手已徽定下了建造20艘的大规模,400亿总投资真是大手笔。 根据计划,HHP25项目三年前立项,2018年完成建造任务。 2019年将迎来重大节点任务,完成试行调试和正式交付。 如今2019年已经到来,就是说这项水面和动力平台,距离和小伙伴们正式见面的日子不远了。 可能会有小伙伴说,这还没宣布建造成功呢,就这么自信中国必定会2019年如期交付。 实话说,小编我还真是就这么自信,主要是这些年,中国制造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。 老大哥俄罗斯的航母,建造会一拖再拖,印度军工武器难产成惯例。 可是,对于中国制造来讲,国人的门头发展,早已让提前完工程尝试了。 再者,这次的2万吨HHP-25海洋核动力平台,是军转民项目。 也就是说,有成熟的水下核潜艇所用的反应堆打基础,在有核潜艇的摇满中传重工总装建造,经验丰富的张金林院士全权主导。 把军用核反应堆改进成民用标准,虽有难度却不是什么难以登天的事。 近代以来,中国备受来自海上力量的侵袭,这段经历一直都是国人心中不愿提喜的伤疤,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,成为每一位华夏儿女的新生。 但,中国的航母之路并不顺利,建国之初,国家一贫如洗,只能将航母计划往后延。 改革开放以后,中国经济好转,有钱了,却又遭西方技术封锁,花费大利器,才从乌克兰买回马良德号。 2012年9月25日,辽宁号航母在湖的主持下正式入役,前号16号。 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艘航母。 两个月后的11月25日,第一架在辽宁号向着陆成功,然后成功的起飞。 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,第一次固定义战斗机在航母上的起飞、着陆。 这两个是中国海军乃至历史上的大事件,在很大程度上,也代表了中国强军之路。 由于辽宁舰先是缺少电子干扰机、加油机,后又没有补给舰,并且还没有进行实际意义上的海上实战演练,在整个航母编队的协同作战上,几乎等于空白。 所以,曾一度被外媒嘲笑是模型。 2013年11月,辽宁舰从赴中国展开,为期47天的海上综合演练,期间以辽宁号航空母舰为主编组了大型远洋,战斗群边列进20艘各类舰艇。 这是自结束以来,除外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丹国海上兵力集结演练,一标志着辽宁号航空母舰开始具备海上编队战斗群能力。 在过去的几年里,中国航母人在经过不断的艰辛努力下,中国的航母之路也渐行渐远。 就在今年6月,一条中国双航母同框的新闻,传遍了各大媒体网络,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,以及停了热潮。 自从2012年9月25日,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交付海军过后,中国海军终于夙远的长,成为了目前世界上第11个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,日本不算在内。 2018年5月13日,国产第一艘航母001A型航母,从大连造船厂码头起航,开启海事,标志着国产航母的建造,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。 而近日,中国双航母同框图片的爆出,也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,预示着中国海军拥有双航母编队的时刻即将到来。 12月17日,中船重工官方发布的文章中,披露了中国新型航母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。 中国国产航母从无到有,从缺乏资料到建成下水,船厂工程师们的艰辛付出是其中关键。 文章称,新航母的总质量师李玉琦,会制成的上万份测试方案图,比积极较暗,堆起来比它的个子还高。 由此可见,中国的航母梦,从瓦良格号航母,改造成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,再从辽宁舰提升到我们自己的首艘航母国产航母,再到目前在上海船厂船务上的第三艘航母,中国航母人为此付出了数不尽的汗水。 这篇文章中引人注目的是,披露了中国新航母的建造工程量的数据。 文章称,航母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,其建造总数量,相当于十艘大型驱逐舰之河。 数千个舱室,数万台设备,上万公里长的管路和线路。 毫无疑问,这里所指的大型驱逐舰,应为055型驱逐舰,相对来说新航母在很短的周期内完成,显示了我们船厂惊人的速度。 更令人震撼的是文章中披露的一组数字,总是量师李玉琦说,我们的船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一年只能建造二、三艘舰艇,现在一年能够建造二十到三十艘舰艇。 其中关键是建造舰艇的人工数量没有增加,主要是依靠先进的技术和工程师的业务水平提升达到的。 同样的人数,生产能力在数十年内增长了十倍,这就是中国在这几年海军军舰下饺子的核心力量。 有了船厂的生产能力的保证,海军的军舰才能保质如期交付。 近驱逐舰052D和055在过去六年,建造交付和正在建设的就有二十艘,其中十三艘排水量。 七千吨的052D型,七艘排水量一万三千吨的055型。 这还不包括大量的054A和056护卫舰、07527登陆舰、一艘航母及很多的海军辅助军舰,也正因为船厂建造能力的保证。 中国在建造航母的同时,各型驱逐舰护卫舰,以及其他舰艇都能保质保量的建造。 当然,这其中还有个有意思的事情,就是当前我国同时建造七艘055型驱逐舰,还抵不过建造一艘航母的工程量。 也就是说,建造055型驱逐舰的能力还可以增大,也许未来同时建造十艘055大型驱逐舰,也是非常有可能的。 辽宁号航母战斗群有多少钱?看完站单腿都软了。 航空母舰作为二战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大杀气,一直备受各大海军强国追捧。 太平洋战争中,美国和日本的航母大战,更是决定了战争的走向。 因此,虽然造价高昂,依然有很多国家趋至弱伍。 不管是展现军事实力,还是单纯为了装逼,航母都是最佳选择。 但目前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只有九个,这是为什么呢? 原因就是航母是一个吞金巨瘦,不光建设成本巨大,后期的维护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 你想啊,航母买了起码得配备二三十家舰载机吧。 在这之前,还得花大钱进行专门的培训。 光是加油费,就让不少小国王洋兴滩。 我们以中国辽宁舰为例,它最初作为把两个号采购,以及运输成本,大概也就是一亿美元左右,后期经过改造西装,大约又花费了近三十亿美元。 看似不多,但如果辽宁舰想形成战斗力,那必须还得配备三十架左右的兼十五舰载机,每架约六千万美元,这大概又是十八亿美元左右。 另外还有配套护卫舰艇,按一般编队规模算,三艘驱逐舰,三艘护卫舰,两艘潜艇和一艘补给舰,这最少又需要三十多亿美元。 至此,海军装备辽宁舰的总花费,已经超过八十亿美元,折合五百多亿人民币,然而这还不算完,航母就像好车,买得起,却不一定用得起。 以美国航母编队为例,一年的维护费用,大概是十三亿美元左右,我们减半也得花费六亿多美元,按一艘航母服役三十年算,最少也得一百八十亿美元,折合一千二百多亿人民币的开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